好 那個 大家知道 對於感冒的人來說 20秒的那個感覺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 我的時間應該不受這個現場的這個多秒 好 那我今天要講一下至今區溝通會 其實這一個check是因為意外開起來的 跟G0B這個開放政府的行動完全不一樣的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好 紅牌了是不是 好 幸好我們有三個人 剛才那位已經被罰下場 那為什麼有至今區溝通會這件事情 它是起於一次很意外的分享 因為受邀到國發會去講溝通這件事情 那我就在想說這溝通這件事情 我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所以既然他們說沒有言論限制的那個尺度 所以說我就完全是把我認為 怎麼做政策溝通這件事情 在這一次的分享之中跟國發會來分享 然後其中特別有一張圖今天要提出來 就是我認為說政策的做與說 有可以分成三件事 三種方式 第一種最差的 它基本上不是溝通的 叫做政策廣告 另外一種呢它單向溝通的叫做政策宣導 這件事情國發會有在做 包括說它辦的一些說明會 做團會等等很多都是這種形式 但是我認為應該還要做到一個雙向的政策溝通 那什麼是政策廣告呢 其實各位最近應該可以看到 至今區一起炒吧 好那這一個就是所謂的政策廣告 那既然這政策廣告其實是行政院發言人士幫國發會做的 但是這不管 因為一般民眾的認為就是 政府就是一個啊 怎麼可以把政府切割 那實際上政府有不同單位在做這些事 好那既然政策廣告政府有做了 那單向的政策溝通政府也有在做了 那剩下來的就是做雙向的政策溝通 所以那個時候一開始就在構思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像是發問的機制 讓網路上所有的網友一起來參與 因此呢 那時候在思考一些運用的機制 有考慮到市長給問嗎 所以說就跟沃草開了一次會前會 去詢問能不能透過沃草現有的機制 來做這件事情 那沃草呢 也很 一開始他們做的這個 在他們上面開的hackpack 在沒有經過我同意底下 他們就把它公開了 所以說這個東西本來 它可以形成一個黑箱 但是從一開始還沒發生之前 就已經公開透明了 那這個整個設計是這樣的 我們設計了兩個部分 至今去溝通會 它必須要包含會前的線上參與 讓所有網友都有一個參與的機制 以及現場的一個溝通的一個模式 那特別要講現場溝通的這個設計 它是不同於以往的說明會 以往的說明會可能500人參加15分鐘發問 那可是我們要做的是 讓現場每一個參與的人或是單位 都有機會能夠發言 都有機會能夠跟政府溝通 這是當時設計的原意 那第一步就要來做 首先我要講的是 我的角色是什麼 我其實這件事情 並不是像剛才威士忌 它是一個執行的單位 我其實我是跟 執行這件事情的 外部的一個公司 然後變成 像是以擔任他們顧問的形式 來給予意見 所以呢 就形成了有不同的 人要來在這件事情裡面協調 有我然後有這個執行單位 然後有政府的機關 然後有外部 我們還要再去協調的單位 所以呢 這件事情第一步 就是要把政府 給帶到hackpad來作業 然後這件事情 一開始也達成了 但是我們做的是一個封閉的hackpad 那然後 但是這件事情 我就要拉到最後一步來講了 事實上這個封閉的hackpad的 靜態版的備份 也在現在規劃 資金區溝通會2.0的 參考資料裡面 也已經公布了 所以說 這整個這件事情的溝通過程 各位都可以在網路上面 公開透明的看到 當時這整個規劃 跟整個跟政府 跟外部執行單位 溝通的經過 好 那接下來講到就是 線上參與的部分 一開始 我們使用的機制在最後 因為 市長給問 他們時間上沒有辦法 配合調整一些機制 所以我們就選擇 當時跟歐巴馬 他在競選的時候 辯論 一開始的時候 他用了一個機制 叫做Google號問 Google moderator 來使用 一開始的時候 參與的人非常少 那宣傳的管道 也是透過國發會 自己原本的新聞稿 發送的傳統媒體 所以基本上 來的網友 非常的少 可是呢 就逐漸發生了一些意外 比如說有一個意外 是說 有邀請的單位在質疑 為什麼 我們並沒有被通知到 結果 我們的名字 就被放到這個活動的 邀請的單位裡面去 而且還不止一個 而且還有兩三個 那這件事情是在半夜發酵 看到這一天的時候 其實是半夜的 三點多的時候 不曉得為什麼 那一天 突然就醒了 醒了之後 就發現 臥草的紅偉 有緊急傳來一個訊息 講說 很多人都質疑 沒有收到邀請函 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這件事情 如果沒有辦法 在半夜處理的話 第二天就會變成一個 因地大地出來串聯說 所有的 受邀請的媒體 一起來抵制這件事情 好 就形成了這樣一個狀況 而且當時呢 又緊接著發生意外二 就在半夜這件事情爆發之後 發生沒 馬上就做了一張譜 馬上就幾百個分享傳出去了 然後 所以呢 這件事情也必須在半夜的時候 進行一個處理 所以那天我的工作時間 是從 四點開始 然後就進行這些回復 跟這些媒體的聯繫 因為這本來不是我負責的工作 可是我覺得說 有一部分是 我應該要做 只有我才能夠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能夠在當時來去處理 但這個看起來像是一個負面消息的東西 結果第二天就幫助這個活動的戰術備長 而且從此以後 Google號問那邊的參與的人數也變多了 不曉得為什麼 反正就是有這樣意外的效果 那本來我想要在事後 整理這整件事的規劃 我也只好提前到這件事之前 就把我其他事情都排開 全部都在整理這樣一個設計之音去問答的這個 懶人包出來 然後這個懶人包做完之後 誒 很意外的 不管是這個活動的戰術 或者是Google號問那邊的參與人數 誒 又倍增了 好 那接下來最後就到了一個實體溝通的這個過程 那我們就請BNAF來講 那最後我要再 請BP來講 好 那我最後還有一點話 是來講說 其實這件事沒有完 本來說明會呢 開完之後 他們加開的場次有四場 那這個資金區溝通會已經是加開的加開 可是因為在這個加開的溝通會呢 也就是待會兒要來講的BP 他曾經丟了一個問題給管主委 就想說那這會不會再開第二次 那他們的回覆是會開 而且會用什麼樣的形式開 怎麼樣讓2.0超越1.0呢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自始的公眾參與 包括遊戲規則 都已經開放在網路上面 讓所有人公開透明的來參與 來制定這個遊戲規則要怎麼定 第二個就是主題深化的分開的場次 因為同樣的各個主題在一場裡面 實際上是很難有時間來進行深化的 所以事實上2.0的高峰會 我們會分成四場分別來舉辦 然後最後再一步 我建議國發會要來針對 所謂的臥草的字經去爭議書來回應 然後呢 要用什麼方式來回應呢 因為這一本字經去爭議書 是放在Github上面的 所以說我準備讓國發會來fork this book OK 那接下來就是讓BTI介紹當時的狀況 好我先簡單講一下就是我們參與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 528那一天其實就是我是孝仙的下線 我被他拉去 然後拉去之後架了3期直播 然後直播完 看那天因為很多問題 然後義大利開始爆氣說 啊你這樣子 時間限個四分鐘 那不搭息息 所以回去就好了 然後我想說好 那很多人就是想問的東西沒有問完 所以我才問說 我最後的問題就是 你能不能再開下一場讓 我們再問三十個問題 好那所以才就是有考慮要做第二次的這個事情 那第二次的時候呢 因為 因為就是當天有好幾個直播單位 然後有把那個 影片 然後還有就是 他去那個PTT上面號召了一群 上面幫忙打主次稿 然後有傳出去 所以國發會那一天對於這個 本網路上宣傳的效益 他們才覺得蠻有興趣的 那第二次他們打架 對這部分擴大參與 那第二次的時候 所以 因為那天去做3期直播 所以他們就是他們有一點印象 那所以才問說 那第二次我們怎麼把 比方說直播網路環境等等東西給架好 所以就是他有寫信來跟我問這件事情 然後我說好啊 你可以到我們PTT上面來開個會 然後我就偷偷在議程裡面加上說 除了那個直播技術什麼之外 就是這個活動怎麼辦 到底事情要怎麼經營 就把議程加上去 然後他們也就乖乖就來了 那 來了之後我們就開始討論 那 所以其實這影片經過兩件事情 我二把他結束之後 我跟他們約在6月9號 然後但是再往前 有6月7號的時候是 7號那天是 這個 經貿國事會議網路參與的第二次討論會 那裡面因為他跟那個資金區裡面 資金區共同會裡面運作的人 有蠻多是有重疊的 就是有關係的 所以那天我也去了 然後所以去聽他們談那個網路參與 那裡面其實剛剛講很多東西 就是剛剛威士忌跟少仙都有稍微講過 所以我就先 越過 好 那 我今天講到這裡 是說 所以在他們來開會之後 跟7號9號那兩天 我一直跟他們推的事情 就是 要做到最左邊的 自始的公眾參與 因為 網路上的一些 他們現在有一種幻想 就是說 我只要把那個 就是收集政策這件事情 我只要開個Google好問 然後說 你們都可以來提意見啊 然後 他們就沒事了 他也不需要對意見回應 他也不需要想辦法去經營 怎麼讓人協助網民產生意見 所以那時候我提到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說 一開始 就是你開顧問會議啊 溝通會啊 會遣會啊 這些東西 就直接直播了 然後逐字搞也都要直接做出來 讓大家可以看 可以參與 那第二件事情是說 像那個 像 不管是激發國事會議 或者是 資金區的溝通會這種 它需要有事前把資料放出來 就是 讓 先有一些 不管說他們曾經依據的一些研究報告 其實 都還沒放出來 然後那個 激發國事會議的資料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有些東西 到今天早上才發出來 所以其實根本要多少這些東西 可以參考 那你說一般網路民眾要怎麼說 沒有這些參考意見的時候 去回應這些事情 好 所以我就嘗試跟他們推 那其實 他們現在狀況是 有聽進去 然後 有些人已經了解說 這個東西 是需要去經營內容 經營意見的 但是我現在看到的是 他們 他們沒有 第一個是 沒有被分配到資源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可能需要編輯 需要有人提早開始做 但是他們的 收到的要做事情 通常說 幾月幾號之前 你要把某某東西生出來 然後 不見得有留時間 不見得有留人 或者是留錢等等 所以這部分參與的還比較弱 好 所以 這是剛剛講到 自己公共參與的地方 那主題 深化分享就是 剛才講說會辦 四場 然後 這個 這都是上次討論過的內容 好 然後最後一個是說 現在我被他們嘗試 建議其公司 就是 一開始就要開始公佈資料出來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有一些本來就要公開的東西 讓它真的變成公開 所以之前也有在提說 他們已經 已經丟PDF的東西 能不能丟 不要是PDF圖片 你PDF文字也好 這樣 然後所以 我們現在的方式在 教他們 就是使用 就是效應鋼體的 iPad Github 然後還有上次AU 丟了很多 就是技術特典給他們 這樣子 講到這裡 找有人有興趣的